清朝雨 南美国家厄瓜多发生了规模6.8强震 目前已经知道凑成了13人死亡 地震的最新消息 连线给国际组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没有错 我带您看到是在南美国家厄瓜多 他们今天清晨发生了规模6.8的强震 而且我们知道震阳震源的深度是66.4公里 而且这次的震阳是距离贵亚斯省的巴劳市 只有大概10公里的距离 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小时内 其实厄瓜多又陆续发生了两次余震 只是目前当局研判是说 并没有造成海啸的危险 只是这场地震造成许多建筑物受损 包括学校 医院 还有我们知道有一些像是厄瓜多的 圣罗沙国际机场也受到轻微的震动 不过目前营运上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而这次的地震 其实连邻国秘鲁的北部 也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不过秘鲁这边目前也还没有传出 任何的伤亡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次厄瓜多发生大地震 其实是在2016年的4月 当时的规模是7.8的强震 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而那次地震 由于厄瓜多是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所以之后地质学家其实有警告说 包括地中海 喜马拉雅火山地震带 这两个地震带其实都是处于好发期 接下来会进入活跃期 也因此值得大家密切关注 以下主播 谢谢你 那我们另外再看到的是俄罗斯的部分 刚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昨天突然造访了克里米亚参加活动 而今年正好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九周年 一位地方首长热情的迎接 带着普钦参观新的儿童活动中心 和艺术学校 在这之前也有克里米亚的新俄团体 举办了庆祝的活动 唱着俄罗斯爱国歌曲 只是针对自己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布逮捕令 普钦至今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那么促进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 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在今天到期 请问还会再延长吗 乌克兰是否又有城市遭到攻击呢 俄乌战争最新的情况再交给信仪 好 没有错 那持续再给大家看到 其实之前俄罗斯跟乌克兰两国 曾经因为黑海的谷物出口问题 有了不少摩擦 我们知道联合国跟土耳其 他们其实在去年7月斡旋之后 达成了这份黑海谷物出口的倡议 不过这个协议 其实是在今年的3月18号到期了 也就是说乌克兰其实希望 这个协议可以再延长大概120天 也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过俄罗斯方面是回应说 他们只愿意再延长 60天 也就是这个谷物协议将会到 5月18号就会到起 不过俄罗斯是表示说之后这个协议 会不会再延长 主要也是看这个西方 还会不会再给予俄罗斯制裁而定 那目前他们是认为说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呢 俄罗斯表示这个黑海谷物协议就是到5月18号 就不会再延长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黑海谷物协议其实对于全球的粮食安全稳定 还有这个开发中国家的粮食问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国家 都是这个重要的谷物出口国 尤其像俄罗斯也是重要的肥料出口国 那乌克兰就不用说了 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粮仓之称 不过未来呢 能不能够继续稳定粮食供应的问题 可能我们要先打上问号 但是的确在乌克兰呢 是又有城市遭到攻击了 这一次是在这乌东城市的克拉莫托斯克 那而且这次俄罗斯是使用这个 极数大炸弹进行攻击 所以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还有八人受伤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国际呢 是禁用这个极数炸弹的 因为极数炸弹它是一个大型的炸弹 但是它会分散成很多个小型炸弹 因此这个死伤面积很容易会再扩大 所以国际上是禁用的 不过目前像是美国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都没有在这个禁用 国际极数炸弹的这个规范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俄乌双方还是持续的 不断传出激战 尤其除了这个克拉莫托斯克之外 巴赫姆特地区也是持续有激战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CNN 其实接获了不少这个乌军 跟CNN透露出说 但他们最近感觉到 这个俄罗斯的攻击 似乎变弱了 尤其在这一两天之间呢 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俄军的攻势 没有之前抢烈 仔细看画面上白色圈圈 圈出来的是一架俄军战机 但下一秒却被乌军的 地对空飞弹直接击落 只有连攻击的乌军都为眼前的景象 兴奋到爆出口 才乌军向CNN透露 在巴赫姆特的战役 俄军似乎变成防守的那方 CNN还公布这段影片 一群俄军试图跨越一座桥 不料被乌军发现后 不到几秒就被束发飞弹 全数歼灭 尽管瓦格纳佣兵团 持续在巴赫姆特周围轰炸 想要冲破乌军防线 但乌克兰空袭部队 第71裂兵旅的士兵说 第一军战车来一辆就打一辆 乌克兰军方也拦截到 俄军之间的对话内容 抱怨伤兵根本不被当人看 虽然巴赫姆特的战火依旧激烈 但乌军相信 他们已经让俄军筋疲力尽 甚至可能有机会发动反攻行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石原岛路上自卫队基地正式进驻 在昨天从港口运来大型弹药 在地居民聚集抗议高取旗帜 是呐喊不要飞弹 TVBS采访台队也到了现场直击 石原岛的日本新基地 一早七点半天都还没亮 石原岛港口军舰驶入 但迎接他们的是抗议声浪 大约30多人高举反对旗帜 当地警方也出动帮忙维持秩序 一辆辆墨绿色军车行驶在石原街头 这画面对当地居民来说满是冲击 石原岛刚迎来路上自卫队的首次进驻 几天后他们也透过港口 把一些有危险性的弹药运送到这里来 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反对 像这面旗子就写着加油吧 自卫队 基地门口周遭警察排排站 气氛严肃 就怕又有抗议民众出现 TPBS采访团队直击石原新基地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石原岛新的自卫队飞弹基地 今天外面站了非常多的警备队队员 因为他们从今天开始运送一些 有危险性的弹药到基地内 自卫队为了化解冲突 打算在22号召开说明会 这座岛距离台湾只有300多公里 石原岛上还有不少移民来居住的台湾人 对这件事也感到不解 身上流着台湾血的王先生 认为大陆跟台湾纷争 日本不应该介入 无法认同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 台海已成为世界最危险区域之一 整个冲绳群岛越来越多基地 让日本离岛邻居们的不安感越来越重 TVN新闻李明辉 中海域郭展玉 石原采文马导 男孩BlackPink演唱会议票难求 传出有粉丝买到了防牛票 另外台湾为了掩揽优秀人才 审核通过要另外加击一年50到150万元 广告之后带你来看 他在临走前是希望 他的最后一份心力 就是放在这块土地上 他宁愿你把房子卖掉 也不要把这块土地卖掉 我们就是尽量用最好 最接近自然的方式 去把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 把它做好 请您锁定这个礼拜天晚上 一步一脚印发泄新台湾 这个秘密真的是没有人知道 我曾经有探练 对白老师 因为你喜欢姐姐的 对 来吧营业中二 新之沙龙 在台湾最新化提供天理 对 在台湾上超爆红 很漂亮 对啊 大嘴鸟 有老师 好可爱 他们的酱超级好吃 感动的那种好吃 肉也很好吃 对 今天好有炸的能嫩喔 你很害羞 余先生 今天一定要加辣嘛 要 加辣 中辣 中辣 我跟你说喔 那个素的 你如果说阿嬷要吃的 我就不跟你加辣了 有的不好 身套为兜 不只手脚俐落 还能精准 记住每位顾客需求 金钟师弟陈雅兰 在最新巴林档 拥有自己的卤胃摊 爱吃也挑嘴 如今商品真的要上架 和大家见面 连同剧中准夕 杨勤开的牛肉面店商品 也打造成料理包 眼前滷味摆满一桌 猪脚 蹄膀 豆干 各个裹上焦糖 色泽 油亮亮 超有人 很要求 他除了是一个下酒菜 然后也是一个 就是追剧的时候 让你填饱